王一博自从2019年凭借着陈情令大火之后,戏约代言不断,虽然2020年上映的两部剧口碑不是很好,但收视率与同期低电视剧比起来还是很不错的。 剧还未结束,他便马上进入风起洛阳剧组,剧中饰演男二号百里红毅,与宋毅剧中饰演情侣,如今风起洛阳这部戏还未杀青,就传来王一博即将出演新电影的消息,对于演员来说,都想进入电影圈发展。 若是从出道前后,以及街拍电影的资历来看,王一博明显是新人,而黄景瑜则是名副其实的前辈,若是两人合作电影一番应该是黄景瑜,而且能够细约不断,足以看出黄景瑜背后的人脉特别强。 可却有博主爆料称,王一博争夺这部剧的男主,也就是他想当这部剧的男一号,若是男一号,万一这部电影反响好,则可以顺利拿到主角奖,相对比配角更有含金量。 但这位博主爆料,虽然王一博竭力争取一番男主,甚至动用了不少人脉,可惜依然没有成功。 主要原因是,王一博在影视圈嘎位不高,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,毕竟黄景瑜拍了很多正片,而且反响还不错。 翻评电影圈来说,王一博作为男二,也是情有可原的,其实娱乐圈中,明星私翻是被禁止的,而且,私翻这种事情,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。 一部戏中有演技才会出圈,能否拿奖和翻位没有关系,再加上这部戏题材与其他戏不同,所以,也没有私翻的必要。 况且,王一博足够谦虚,即便之前风起洛阳曾传出私翻,但从放出花絮来看,他和其他演员相处不错,这也是历迫私翻不合传闻。 所以,只要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实力,翻位是没有关系的,毕竟,观众看剧,只看演员是否有实力。 对翻位并不在乎,娱乐圈中有不少明星,在剧中即便是配角,也会因为演技出众成功出圈,从而大红大紫。 相信,只要有实力一定会越来越好,更何况王一博还年轻,翻位对他来说或许不重要,他现在需要的是虚心向前辈学习,才能在娱乐圈走得更长久。 最后期待王一博的代播剧尽快上映,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